再过大约四个小时 也就是俄罗斯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多钟呢 索契冬奥会的开幕仪式就要展开了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 可以说是史上耗资最巨大的一次奥运胜会 花费呢500多亿的美元 这超过了当年北京奥运会400亿美元的记录 那么俄罗斯民众对于主办这场胜会 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索契冬奥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BOA连线时间 我们立刻就带大家到俄罗斯去感受一下 索契冬奥会开幕前的气氛 我们这个课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华来介绍有关情况 白华你好 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在介绍这个索契冬奥会之前 我们要先来关注另外一个最新的发展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美国新任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兰 那么他被爆料说 这个用粗话来这个辱骂欧盟 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些努力 那么俄罗斯方面对此 现在有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我们知道美国称 这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一个新的最低点 俄罗斯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吗 郁文你好 俄罗斯方面现在官方呢 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俄罗斯的两名 这个主要批评美国的人士呢 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格拉吉夫 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下议院国家多玛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 他是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很出名电视主持人 他们两个人呢开始批评美国 他说的普什科夫说 卢兰这么做呢是这个上市道德 那么格拉吉夫他批评美国是 乌克兰现在目前这种混乱局面呢 都是由于美国这个插手造成的 但是普遍认为呢 只有俄罗斯呢有这种能力 窃听能力 而且俄罗斯呢感兴趣呢 把这个这叫电话呢 录音呢放到这个网上去 因为路纳呢现在还在这个 吉夫进行访问 那么俄罗斯的一名退休的这个间谍呢 过去的间谍呢对俄罗斯的一家媒体表示 他说的是俄罗斯不可能这么做 他认为呢是乌克兰方面呢 窃听了这段录音 但是俄罗斯媒体一般都认为是 俄罗斯副总理的秘书 罗格金的秘书呢 他把这个录音呢放到这个网上去的 那么这个秘书他说的呢 他说当时罗格金正在参加 同习近平的会晤 他没有事干 他就把这个录音呢放到网上去了 但是他也没有谈这个录音的来源是在哪 是白话我们相信啊 这个窃听事件可能还会有很多后续的发展 我们将继续的关注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请你谈一谈索契冬奥会 我们知道再过四个小时啊 这开幕仪式就要开始了 这次的开幕仪式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吗 开幕仪式当然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亮点 开幕仪式的具体细节呢 现在俄罗斯官员非常保密 但是呢官员他们透露 这是开这次开幕式的这个规模呢 是历史上是最大的 是非常非常壮观 而且非常漂亮 那么今天呢 开幕式的总导演 安斯德他是俄罗斯第一套电视节目的这个总裁 第一套电视节目相当于这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他透露了一些开幕式的细节 他说这个开幕式呢 主要是展示俄罗斯的历史 那么其中呢有这个俄罗斯经典的这个芭蕾舞的表演 还有呢奥运会的会哥呢 由这个俄罗斯的一名女高音歌唱家呢 他来唱 他是俄罗斯的一个歌剧院的演员 还有十多年之前呢 在世界上很流行的一个俄罗斯的这个 双人女子合唱小组呢 大度呢 他们也会在这个开幕式上进行表演 另外呢 安斯德他还透露 就是说开幕式上还会出现一些这个 反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的一些这个效果 另外呢 他还说这个开幕式上呢 还会展示一些这个俄罗斯在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个非常出名的先锋派的这个 艺术作品通过这个作品的来反映俄罗斯革命 反映这个十月革命 估计大约有这个大约有这个三千名这个演员 还有两千多名的这个志愿者呢 参加这个开幕式 另外因为我还想说 开幕式的另外一个看点就是 俄罗斯的礼宾安排 因为习近平现在在索气 俄罗斯的礼宾安排如何把这个习近平 他们是否会把这个习近平和安倍呢 安排在一起 习近平究竟和谁坐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看点 另外一个看点呢 就是说因为在这次开幕式的背景 是俄罗斯人权状 国内的人权状况这个恶化 另外呢 同性恋人士的权益受到损害 那么有三千名来自这个世界上 88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这个索气奥运会 在开幕式上呢 运动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会不会有运动员提出一些抗议 或者是举出一些标语 这也是一个看点 虽然这个奥运会 对 我们现在大概剩下一点时间 我想请你继续把握时间 我们来争取谈最后个题目 就是说 我们知道习近平 他在去年上任以后 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俄罗斯 那么现在呢 又来出席索气的开幕仪式 那么很多人这个特别是关心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观察人士 对此可以说是欢欣鼓舞 在俄罗斯方面 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 好像中国媒体对这个习近平访问 俄罗斯呢非常热衷 但是从俄罗斯这边来看 他们对习近平访问 俄罗斯的反应都比较一般 他们比较平静 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热 俄罗斯冷 比方说俄罗斯对习近平 反俄的报道呢 就是说他们不是当成 那个主要新闻报道 当成这个普通的新闻来处理 另外呢 在这个索奥运会的报道上呢 我看到他们官方电视台 甚至报道了这个 日本队的一些情况 但是看不到这个有关 中国队的一些报道 至于说习近平和普京谈了一些什么 因为昨天他们进行了这个会晤 我想说主要谈了两点 一个是军事技术合作 就是新的军火交易项目 另外还有就是双方之间的一些能源合作项目 因为普京在5月20日呢 将会访问中国 那么双方的一些具体的能源合作项目呢 会在这个5月份普京访华时呢 这个公布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就是白华在莫斯科 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谢谢白华 那么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我们也为您开辟了索契冬奥会的专栏 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